准备 好 准备 我是黄伟玲 我从南洋幼稚园开始 一直念到南洋女中的高中 前后一共十四年 我是董苏华 我在南洋女中一共念了四年书 虽然说这个校舍现在非常的新 那个时候校舍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相当的老旧 很有味道的一栋校舍 那除了你之外 你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也是跟你一样走这样的一个道路 我们都是南洋小学的学生 只是女生就继续在中学高中念书 那么男生多数就跑到华侨中学去了 对 你在念南洋小学的时候 校服是跟两女中一样吗 一模一样 是一样的对吗 小学 中学 高中都一样 应该都一样 裙子都要到膝盖 对 要长的 对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叫做礼堂 礼堂 对 我高中的课室 对 然后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上课的地方 我中学也是在那里 在这里 对 然后这是图书馆 图书馆 对 然后如果这里下雨的时候 淹水就是南中湖 南中湖 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如果 上体育课或者是下课之后 没事干的时候就会坐在这里 对 然后毕业照的时候是站在这里前面拍 对 一模一样 对 那么申其林呢 申其林我们会站在这里 申其林我们都在这边 对 唱国歌都在这里 是 这个应该是申其林的肝 应该是这里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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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就拍在这里 所以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对 这是我们的校色 是 到九十年代还是 是 你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高中 都在南洋三校的那个体系里成长 这十多年的教育 对你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南中的校训就是情政端谱 所以我相信这六十年 我都是很遵守这个校训 所以再加上 又是华孝 华孝生 所以情政端谱 清劳 清劳 谨慎 端庄 端庄 朴素 武术 大概这个就是华孝生的传统 然后我们的校训 我想我应该已经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吧 我相信了 为什么父母会把你们就送往就是这个 这个幼稚园小学 然后就是还有南洋女中 或者是华中这样的一个道路呢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教育道路 那么在沟通方面也比较能够了解对方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 因为我还是蛮高的 所以每次都是坐在最后 对 我也是蛮高的 我坐在最后一排 我没有机会做起来 所以我在后面可以搞东搞西 对 所以这个回忆不错 很开心今天回来 那么又再跟学妹一起谈谈当年的 然后大家的记忆和认知是相同的 都相同的 所以她的那个影响力是存在的 很大 最怀念的又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当年上课跟老师打成一片 给老师取外号的那个 顽皮的情景 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外号 对 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外号 那么 其实有点不礼貌 那时候有时候当面还 都会叫他们 都叫他们 当面叫他们 你问了好多问题 现在让我问问你 你是我的学妹 那么你觉得你又在南洋这几年 你又得到什么领悟 当然她在培育整个价值观 还有传统观念方面 它是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当然我进来学校的时候 已经是双语政策了 你是双语 所以她提供了一个双语的一个 使用双语的环境 那么我们学校也庆祝一些传统节日 例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每年的农历新年 我们都要布置班级 然后有一个班级布置比赛 然后每一年我们也有一些 不同的才艺比赛 好像我也忘了 可能中医的时候是舞蹈比赛 然后某一年是相声比赛 然后四年的教育下来的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才艺比赛 然后可能也因为有 这么多姿多彩的一个学校生活 她就可能培养了我 一个比较全面的 或者就是可能喜欢上台去表演的一个 怪不得你今天能够做主持 就是男人或许 对 我想她的影响是有在的 对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男中也给我一个机会说参加表演 好像国庆日 我也参加国庆日表演 青年节 我们有青年节的表演 那么又跳土风舞 又我是属于游泳的校队 所以又参加游泳的比赛 所以你说国庆日的表演 我也参与过两次 对 四年你就参与了两次 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在排练 对 在排练 青年节 是 还有就青年节 好像我也有参加过她的那个合唱团 对 看我什么都参加过 还记得这个操场吗 对 有这个印象 有 如果下雨的时候 这里会积水 积水 然后变成南中湖 变成南中湖 我们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不用上课 那么妈妈就嫁了 需要找罗里 叫罗里来带我们回家 对 那个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升旗里都在 就在这个操场 对吗 对 没错 那除了升旗里之外 我记得我们以前就是所有的运动项目 或者客观活动 都是在这个操场上进行的 我还记得接力赛 那么就在这里 是 篮球赛 排球赛 softball 我还记得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活动中心嘛 对 没错 还是没改变 还是那个大小还一样 大小都还一样 差不多一样 都差不多一样 那么只是建筑都改变了 对 没错 建筑改变了 经过了50多年 现在把重温旧梦 重体往事 是 蛮有感慨的 对 那我在很多就是过去的一些 媒体的访问当中 都看到说父亲对你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你觉得他对你最大的影响 是什么 除了送你到南洋幼稚园 除了送我到南洋幼稚园 小学 中学 高中 他也鼓励我进南洋大学 所以我相信我就是从小学到大学 都是受传统华文教育 再加上我是家中老大 所以我父亲说你是老大 心就要大 是吗 真的吗 对 他总说心要大 你一心大的话 你就东西就不计较很多东西 心胸宽大 还有什么东西要计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来讲 我受用无穷 所以当我在公司在做人处事 或者到今天我在替社会服务 我就都有这种宽容之心 那么都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 也愿意带领就是比较年幼的弟妹 然后小下属 包括下属等等 也想要带领他们走向正路 教导他们 那么除了你父亲之外 一般人就是我们都觉得 父亲对你的影响很大 那你母亲呢 她对你的影响又在哪方面呢 我母亲当然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她很接俭 很扑术 也加上受华文教育 那么一手把我们五个 三个弟弟 一个妹妹 都教导到今天 所以我觉得她主内 我父亲主外 我觉得这个配合得很好 那么你从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受惠了这么多 现在用怎样的方式来回馈母校呢 我现在是南洋幼稚园 还有南洋小学的董事 所以大概这个 应该是回馈的一个方式 看这三十多年的经历 你有什么感言吗 我总觉得女人分好多阶段 前二三十年就是做一个好女儿 好妻子 好母亲 为家庭 为家庭忙碌 那么为事业 现在我总觉得 这个时候应该是让我 走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回馈社会 能够替社会出一份力 找到我要做的事情 在往后的二十年 觉得蛮充实 蛮有意义的 对 对 感谢观看